央行今天是召开了第三季的理监视会 拍板利率维持不变 重贴线率是维持在1.125%出现了连两动 不过央行总裁杨金融是特别提到了外资 近期是进出巨额而且是非常的频繁 这是增添了国内会市的波动 央行也会密切注意 中央银行17日召开第三季理监视会 利率按兵不动 重贴线率维持在1.125% 符合市场预期 利率连二动而展望经济情势 央行认为电子零组件以及通讯产品外销热络 加上国人消费信心回温 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到1.6% 明年则是3.28% 央行也提到近来外资进出巨额且频繁 增加会时波动 将会密切注意资金情况 外资他要进来对我们的股市乐观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会说阻止他 他巨额还有就是说进出都是非常巨额 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就是符合我们要调节的一个条件 另外针对国际金价近期狂飙 央行更首度提出看法 表示长期投资黄金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乐观看待景气 不过国际局势以及疫情仍不明朗 未来经济仍是央行的大挑战 东森财业新闻 李某山扬昭台北报道 李某山扬昭台北报道